刚刚其实呢 沈主任提到了 这是一个多学科 甚至是多岗位 共同来完成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护理部 在整个的这个治疗 包括缓解期 都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其实 对于病人的整个治疗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护士就像是在 这个各个学科和病人之间的 一个桥梁的角色 因为对于病人来说 他可能会有外科开刀 开完刀以后需要化疗 放疗 内分泌治疗 但在这些治疗的环节当中 病人可能不太了解 我什么时候该要去看内科医生 我什么时候该要去看放疗科医生 那我们的专科护士 就是在这个期间 做一个协调和沟通的工作 这个桥梁 在你们的治疗过程当中 你觉得作用大吗 刘美姐 非常大 他们在病房里面 特别给了一些的小卡片 特别的温馨 有一些的提醒 有一些的照顾和关怀 要给到他们 还有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去配戴易乳 让我们重拾那个信心 因为对我们来说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刚刚柳梅姐也提到了 你们还特意做了一些爱心的小卡片 在小卡片上都写什么呀 可能是他们的心路的历程 或者是他们要鼓励其他病人的这样一些鼓励的话语 其实是传递病人和病人之间的一种战胜疾病的信心 希望通过他们看到那些曾经走过这个治疗过程的病人 战胜疾病的过程来鼓励那些刚刚知道这个疾病的人 让他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希望和信心来配合我们医护人员一起完成治疗 其实这些一个字一句话语都可以化成一个莫大的力量 给予得了这个病患的朋友们一种心理上的支持 所以你们考虑的真的是非常的周详 我记得就是有一件事情也特别让我感动 那个时候我正在做化疗 那时候已经出院了 那因为当时化疗要做八次 所以说我在身体头留了一个静脉的流质管 那流了静脉的流质管就会有一些风险 就是平常如果天气热或者是遇到脏的东西 它就容易感染 那就非常不巧 有一天我就十点多的时候 发现我的这个手臂上的伤 这个流质管的那个出口的那个地方 又红又肿还非常痛肿起来了 就是发炎了 当时十点了 对 我就赶快打电话给这个方老师 然后说怎么办呢 然后方老师二话不说 说那你赶快到病房来 他也特别交代了这个病房的值班护士 我就直接到了这个病房之后呢 护士很快就把我处理好伤口 重新帮我把那个胶布给贴上去 那我就回去了 然后第二天其实这个就不肿不痛了 那当时如果是说没有他们的帮忙的话 恐怕我得到这个医院的急诊科去挂号 那可能要折腾一个晚上不止了 我还记得还有一件事情 当然我出院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我也希望能够对这个科室 对患者 就是病友们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我在他们科室挂号了 我非常积极 我说我要做自愿者 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 我都愿意过来 所以我接到过三次的电话 就是方老师这边 他们有遇到跟我差不多的 这样的病人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我 说鸿妹你有没有空 能不能过来一下 他说能不能跟这个病人聊一聊天 我说可以的 所以我就过去 跟他们就是做了传编的交流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只是把我自己的整个过程 和我的一些感受告诉他们 但是这一点让我觉得 这个科室 这个方老师这边 还有深处人带的这支团队 真的非常非常关心病人 对 这跟我们想象的 护理人员所做的工作不太一样 对 因为我们想象的 护理人员的工作 可能就是打针 换药 发饭 但是您还在帮助很多的 得了乳腺癌的患者 给予他们心理方面的建设 甚至是情感上的关乎 的确 我们所有做的工作 医院还有沈教授 对我们的要求 是基于病人需要什么 所以我们也专门 去做过一些调查 其实通过这些调查 我们发现困惑病人 最主要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他个体化的 对于这个疾病的 健康知识的需求 第二个其实刚才主持人 也提到了就是他心理上的 需要一个足复的适应 和康复的过程 还有第三块就是 在治疗过程中 发现了问题 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处理 所以我们的专科护士 其实就像是病人 在被诊断这个疾病 进入了一片大海 他不知道他自己 下一个港口应该到哪里 而我们的专科护士 其实就是一个 领路人的角色 来带领着病人走过 和完成每一个治疗 能够顺利地 完成所有的治疗 然后能够获得 最好的治疗效果 我们的治疗 是一个治疗人的